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加油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非著名讲师,威哥 家中在游,不如威哥在手 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是我们第31讲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来深入研究一下这个宿主 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这个宿主的基本语法和宿主的作用了 OK,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课程大纲 这一节里面呢,我们可能要分为三个小节来去给大家讲解 第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宿主的时候 我们分析一下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二个呢,是这个在宿主中在内存当中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三个呢,是这个多维宿主的一个使用 多维宿主 对,威哥,这空指针是什么 空指针是什么 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 我具体用实力给你演示一下,你就明白了 OK 好,我们打开上节课的这个代码 上节课的代码 我们在三次讲是吧 三次讲里面啊,这个宿主的AridDEMO 我们打开 你看,上节课我们在讲这个宿主的时候啊 说宿主的三个步骤是什么来的 先声明 然后再分配内存空间 然后再复制 再复制 然后再使用 是吧 这三个步骤 不管你用分解的方式还是用 一步搞定 一步搞定的方式 都得经过这三步 对吧 是我们上节课的这个代码 好 那如果我们在使用宿主的时候 没有去给它复制 没有复制的情况下 我们去使用到了 会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在这一节31里面 我们建了一个叫ArayExceptionDEMO 这个例子 好吧 使用的两个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好 假如说 我们有一个这个宿主啊 有个宿主 就你昨天我们的例子吧 是一个小白的各个女朋友 各个女朋友 是吧 好 我们之间这样去定义是吧 实际上我在声明的时候啊 这是什么 这是声明一个宿主 是吧 声明一个宿主 一个知乎串的宿主 然后我先复制为空 空表示没有是吧 表示没有复制 没有分配空间 OK 好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只做了第一步是吧 就刚才我们三步 这个时候呢 我就去使用这个宿主 你看一下啊 我就直接打印宿主的第0个位置 宿主的第0个元素是吧 我刚打印这个的吧 我们看一下新果 OK 编译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是吧 Ctrl 执行 大家看到 Exception in Slidermain 然后有一个叫叫Lang No Point Exception 空指针异常 对吧 这个异常的意思就是 因为这个Names这个宿主 是不是没有分配空间 没有分配那个空间 没有分配那个空间 而你去使用了它 对吧 它没有东西你去使用它 对吧 就是空指针 就空指针 对 就是像一个空的 这个大家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避免这个问题 好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在使用宿主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什么 分配空间 数字化 是吧 然后你才能去使用 OK 这是三个步骤 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宿主越界一场 宿主越界 对 这宿主越界又是什么 宿主越界是吧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 如果我们有一个宿主 现在我们用int那行的吧 好吧 一个number number 然后呢 我就用直接法了啊 直接复制的方式 如果是12345 OK 好 我定义了一个int宿主并复制 为每个元素1235 都复正值了是吧 然后呢 现在我去打印这个宿主的长度 好 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宿主的长度应该是多少 numb.length 我们输出这个number 点 还记得吧 length 就是宿主的长度 是吧 宿主的长度 我们输出一下 编译 没问题 这是上一个的异常 是吧 我们先注视掉 OK 好 再编译一下 5 没有问题吧 对 好 宿主长度是5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去使用这个宿主的时候 使用宿主的时候 越界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 我超出了它的这个下标换培 超出了 超出了下标换培 那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宿主长度是5 最大的下标应该是几啊 4 4是吧 对 应该是4 那如果我用的是5呢 你看 是不是超过了下标啊 5这个元素 5有没有呢 有没有 母有 母有 是吧 有母有 母有 母有这个5 这个下标 好 如果没有 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 你看 它就爆 Arate indexed Out of bounds Excepts 就是下标越界 是吧 宿主的锁引 index 锁引 是吧 就是超出了范围 对吧 超出了范围 因为最大是4嘛 对 你搞了个5 5没有啊 你让我搞 对 搞怎么搞 哈哈哈哈 这没有 好 所以呢 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避免这个 一月界的这样一个问题 月 一月界 OK 对 因为它从零开始 对 因为从零开始 最大值应该是4 0到4 是吧 对 是5 你用5的话 肯定就超过了 是吧 对 这是我们两个 要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好吧 好 OK 我把这个呢 给大家 这个 在这里面做一个说明 好吧 第一个是这个 空指针异常 是吧 空指针异常 我们再定义一下 注意了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空指针 空指针异常 空指针异常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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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没有什么 分配内存空间 分配是吧 分配内存空间 对吧 对 宿主没有分配内存空间 这个时候呢 就使用 就去使用 就去使用 就会爆这个 空指针异常 你去使用 嗯 就会这个 出现什么 空指针异常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吧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儿 宿主下标 对 这个 第二个问题 叫什么 宿主 宿主 下标 越界 越界 是吧 嗯 异常 是吧 惊喜 嗯 惊喜 OK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异常呢 就是 使用 超过了 再 使用 这个 宿主 这个 输出吧 OK 输出宿主 元素时 是吧 元素时 然后呢 下标 是吧 下标 这个什么 超出 超出了 范围 超出了这个宿主的 最大 下标 宿主的 这个长度 是吧 啊 超出 宿主的长度 那么呢 就会 就会出现这个异常了 对吧 就出现这个 越界的异常了 不能超过 不能超过啊 超过了就不行 嗯 OK 好 这是我们在使用 宿主的时候 要注意的 两个问题 好吧 好 我们就给大家先 解到这里 小白明白了没有 哦 了 明白了 好 OK 我们这一节呢 就先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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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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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